你知道吗 杀人最高效的武器并不是原子弹 而是哈佛大学科学家发明了这种简易炸弹 在我们的印象中 原子弹应该是人类武器界的天花板 不过从杀人效率这一角度来看的话 人类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武器绝非原子弹 而是另一种工艺简单的武器 凝固汽油弹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疑惑了 难道当年那两颗日本原子弹还不能证明核武器的效率吗 其实 计算杀人效率不光要看它的威力 还得要考虑它的制造成本和价值 核武器虽然威力巨大 攻击范围极广 不过它制造成本高 所涉及的区域还会受到长期核污染 其次 核武器有多重杀伤原理 在核爆产生之后 第一重伤害就是光辐射 接着才是冲击波 早期核辐射 电磁脉冲和放射性污染 而凝固汽油弹的杀伤方式只有简单的一种 就是烧 焚烧对方一切有生力量 引燃所有易燃的军事装备 绝对的简单又高效 其次 凝固汽油弹是由美国化学家路易菲赛领导的哈佛大学团队研究制造 这种武器的技术简单 价格便宜 对原材料的质量要求不高 研制成本甚至不到原子弹的0.055% 另一方面 凝固汽油弹喷的是汽油 不过 由于汽油无法粘附在物体表面燃烧 所以说 后续又在原料中加入了有助于燃烧粘附的大分子胶 其粘度和松树油脂相当 其次 普通的汽油粘到人体时可以用衣物迅速扑灭 而为了持续燃烧下去 凝固汽油弹中又加入了白鳞 白鳞的燃点非常低 在施空气中只要40摄氏度就可以燃烧 而且还能在空气密度较小或者狭小的空间里充分燃烧 当它接触到人体之后 可以穿透皮肉 一直燃烧到骨头当中 美军在拔除日军碉堡的时候 就经常会用到白鳞燃烧弹 其效果非常理想 你知道凝固汽油弹有多残忍吗 汽油加白鳞的大分子胶的恐怖组合 就足以让所到之处化成炼狱 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 人类在战场上有多么的冷酷无情 燃烧的油滴溅到皮肤上尚且能够用湿毛巾擦除 不过假如油滴中有钙粉 那就很容易和液体发生反应 进而在皮肤上烧出一个洞 如果再来点牵沿 那么被命中的人将会迅速中毒昏迷 这个时候躺着对方还没死透 捋热世纪就是最后的倔强了 它能快速消耗氧气 将燃烧温度再度提高 就这样一枚残忍且极具毁灭性的反人类武器 便应远而生了 在人类史上 几乎所有被美军袭击过的地方 都留下了凝固汽油弹的痕迹 比如说日本 越南和伊拉克等地 它对建筑和热武器的杀伤力是惊人的 那假如说凝固汽油弹在空中发生爆炸 那么整个区域将会迎来一场红莲之雨 这些火花能够轻易烧穿钢板 点燃建筑物 假如落到城市的下水道 还可能会引起沼气爆炸 而像坦克这种工具 看见凝固汽油弹也只有躲着的份 然而受到凝固汽油弹影响最深的还是人 二战渐进尾声之际 为了最大程度的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 美国曾用凝固汽油弹 对东京和日本各大城市实施了规模极大 范围极广 失去时间极长的轰炸 史称东京大轰炸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建筑物大多是木质结构 所以说当2000吨燃烧弹从天而降 时东京四分之一的区域瞬间被夷为平地 最终导致9万多人被活活烧死以及失踪 另外有10万多人身受重伤 数十万家庭一夜之间支撂破碎 最不可思议的是 当晚东京还迎来了阵阵狂风 在进风之下 火焰就如同脱缰的野马 在那陆地之上形成逃天之势 将东京化作了炼狱之地 据悉 当时东京的地表温度最高 已经超过了1000摄氏度 你知道凝固汽油弹为什么会被禁用吗 十年越战期间 美国在越南投下了将近39万吨凝固汽油弹 击溃了诸多越南志愿军 成为越南民众心中无法忘却的噩梦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 美军用凝固汽油弹 袭击越共以藏身处留下的 当时一个越南小女孩遭流火命中 衣服迅速被引燃 最后她急忙脱去身上的衣服 并带着兄弟姐妹往外逃窜 虽然最终小女孩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背部的烧伤却没法再被治愈了 此外假如在非洲使用凝固汽油弹 那么其情况会更加恶劣 据此前一名在非洲的中国医生表示 当凝固汽油弹飞溅到身上的时候 就像猪油膏那样很难被驱除 不管是拿衣服拍打 还是在地上滚动 火纸会越来越大 白鳞所留下的开放性伤口 不但会让受伤者中毒 还会引来蚊蚁寄生 在伤口处留下虫卵 最终这些虫卵会进入到血管当中 让受伤者痛不欲生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 各国才逐渐反思 由于凝固汽油弹惨无人道 联合国相关部门在日内瓦召开了成员国会议 一致赞同禁用或者限制燃烧武器 并拟定了禁用或者限制特定武器公约 规定禁止用燃烧武器攻击平民和非军事目标 这个公约在1983年正式生效 不过发明者老美在2009年才签下这个协议 此外路易飞赛和他的团队 也不认为这个发明是有错误的 实际上他们从未公开对此表示悔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